第165章 天高任鸟飞 侯潇晨说走就走 这一刻 侯潇晨离开的消息也是迅速传开 一支队伍开始朝天星城进发 中部区域 一座深山之中 一座大殿之中 宝座之上 一位脸色略显发白 却是英俊的有些不正常的男子 默默倾听着下方之人的汇报 首领 侯潇晨已经出发 玉罗沙 金枪 以及五卫军处理号列魔团之外 全部已经出发 上方宝座之上 男子手脱下巴有些慵懒的模样 默默听完 好像在沉思什么 左侧 一位丽人身穿青色长袍 眼神冷立 首领 让侯潇晨和玉罗沙那见人来中部之日 便是丧命之日 红月威严 一再被践踏 侯潇晨 袁硕这些人都该死 不要喊狠话 男子声音也不凶狠 按了按手 示意女人安静 女人瞬间牺牲 大殿下方 两侧银月有人存在 光亮不是太亮 可仔细看去 大殿中还有一些鬼面存在 只是安静无声 显得整个大殿格外寂静 侯潇晨 男子好像在思索 叹息一声 银月这些人啊 一个个的恨不得吃了我的肉 喝了我的血 我又没如何他们 只是抓个李浩罢了 何苦呢 什么战天成遗迹 什么银月神秘 我现阶段 兴趣不是太大 唯独李浩 你们说 这八大家是不是不该亡 到了李浩这 倒是有趣了 意外平出 先是袁硕 接着侯潇晨越来越有意思了 轻衣女子再次道 首领 那趁着侯潇晨走了 我们再入白月城 请拿李浩 男子好像翻了个白眼 懒洋洋道 侯潇晨大概巴不得你这么做 走了一个他 还有孔杰 还有黄羽 行政总署那边 也许还有个老鬼 三大统领 除了侯潇晨之外 孔杰不是 另一个是黄羽 最后一人 这些年没什么动静 除了行政总署那边 我倒是想不到还有谁了 叹息一声 摇摇头 多事之秋 麻烦 早知如此 不如趁着刚发现李浩 便雷霆手段 情杀在银城 而今 人出了银城 实力也迅速进步 也许能匹敌蓄光中期了 麻烦啊 轻衣女子一正 她杀了三阳 怎么就蓄光中期了 印红月靠在了椅子上 懒得解释什么 什么都要解释 很累的 光明剑无缘无故地 去找李浩麻烦吗 有时候 一些消息 其实可以推断出很多东西的 纵然徐峰不是李浩杀的 也和李浩脱不了干系 就这一条讯息 就可以挖掘出很多东西了 李浩 在战天城内 也许获得了不少好处 可惜 世人都只关心侯潇晨如何如何 倒是忽略了很多东西 也好 若非如此 如何能显得自己睿智呢 印红月笑了笑 郁家显得帅气逼人 可实际上 哪怕他比袁硕小一些 而今 也有六十出头了 是个货真价实的老武师了 可此刻看起来 不过三十左右 走出去 也许还能引起女人尖叫 此刻的印红月 好像在思索什么 片刻后 缓缓道 侯潇晨要来中部 便让他来试了 没必要横插一手 至于李浩 思索一番 又道 白月成强悍 不可轻动 除非我回去 否则 恐难有剑术 反而继续折损人手 得不偿失 暂时不用理会 李浩那边 最好放人不管 甚至不要再派任何人过去 只等他在银月无法进步 跨入中部 那才是对付他的机会 这一次 他已经试探出了 银月几个家伙的一切 这时候再去人 也许正符合那几个家伙心意呢 还有紫月 让成月放下追杀元朔的任务 去银月吧 印红月笑了笑 显得极其的柔和 成一族一些 他们抓了紫月 想要什么 我知道 让成月奉上十颗 续光中期血神子 三颗续光后期血神子 另外 对李浩承诺 成月不再追杀元朔 让他送回紫月 一旁 轻衣女有些眼红 或者有些嫉妒 想说什么 可转头一想 又没再说话了 也许 这就是印红月的魅力之处 他舍得 对很多人 他都很舍得 十三颗血神子 强大无比 都是续光层次 甚至还有后期的 也许 能让敌人更强大 甚至解决敌人的一些麻烦 可他还是那么舍得 今日是紫月被抓 若是当日侯潇晨抓了其他人 抓了绿月他们 而不是杀了他们 他印红月也会去换 首领英明 轻衣女子说了一句 印红月揉了揉太阳穴 轻笑道 没什么英明不英明的 真英明 就不会小看了 那些家伙了 明知他们危险 却还是让绿月他们过去了 如今 摇了摇头 轻叹一声 食也命也 只是没能料到 战天成中 便顾太多罢了 三方出动续光超过十人 后期都有几位 已经提防侯潇晨许多 按照他的判断 侯潇晨不想解封 是不可能造成这么大的损失的 三大组织强者全军覆没 必有其他原因 否则 就侯潇晨 孔杰 欲罗杀几人 除非真的全员解封了差不多 轻衣女子急忙道 那是喉嚣尘奸诈 奸诈 瞥了一眼清月 她叹息一声 不要总是贬低敌人 贬低敌人 会让我觉得 我很废物 承认敌人的强大 也没什么不好 敌人强大 我损失惨重 还显得我只是食运不济 你说敌人废物 只会显得我很傻 清月瞬间无言 不过 倒也没怎么害怕 只是有些无奈 最近 首领心情大概不太好 以前这么说 她不会长篇大论解释一番的 也怪我 这些年 对你们放纵太多了 印红月又摇了摇头 总觉得 女人嘛 要那么强实力做什么 女人 天生就不适用于战斗的 战斗 是男人的事情 所以 给你们造成了一些不好的影响 跨入续光之后 因为大家给面子 也不敢无缘无故动你们 结果 这一次倒是给了我迎头一击 让你们想起 银月的那些老朋友 下手是一个比一个黑啊 她好像有些苦涩 有些无奈 再次摇头 清月没再说话 印红月继续道 当年你们六人 玉罗莎跑了 孔雀 神女这一次都被杀了 蜘蛛和你 倒是还活着 回头等蜘蛛回来了 多努力努力吧 说完这些 他看向大殿下方 缓缓道 传讯定国功夫 李昊杀了徐峰 光明剑即将叛变 徐家自己思量一二 遵令 下方 迅速有人消失 至于消息真假 首领这么说 那就是真 没人质疑什么 清月倒是再次询问一句 光明剑 叛变 是啊 印红月叹息道 银月武师 养不熟啊 徐家用追风靴 掉了光明剑这么多年胃口 答应只要徐峰跨入蜕变期 就将追风靴交给徐峰指掌 光明剑那时又当爹又当妈 一心一意 想着徐峰成长起来 迅速接管追风靴 现在人死了 光明剑不叛变才怪了 清月疑惑道 光明剑那性格 早些年就该叛变了 为何还要等到今日 以前觉得 他是实力不行 可如今 传出的消息 光明剑好像很强 徐家 哪有那么弱小 印红月轻笑一声 很强的 而且徐家没骗他 若是徐峰真能跨入蜕变期 徐家肯定会让徐峰指掌追风靴的 到时候 阴阳相合 别觉得光明剑老了 现在更是丑陋不堪 那些不重要 重要的是 那时候 徐峰也许可以借机获得纯阳之力 一举跨入续光之上 双利的事 可惜 现在都没了 他好像知晓很多 笑了一声 又道 所以 看热闹吧 不是我想坑这位老朋友 是想让徐家小心一点 解决了麻烦 有精力去帮我试试礼号 试试银月那边别被光明剑打来的措手不及 哦 清月点点头 年纪也不小了 此刻倒是显得单纯的很 应红月就这么欣赏着 露出一些笑容 单纯的女人好啊 单纯一点好 这些年 也没让她们参与太多 就是不希望当年的初心变质 只是 现在看来 也不是太好 后院倒是还算和谐 可真出去做点事 那是难啊 成功率太低了 还比不上一些非武士超能 不知道侯潇晨那几个家伙 是否骂自己 养费了这几位银月武师呢 首领 追风靴 我们不也需要吗 清月又问了一句 不如借机夺取好了 应红月摇头 刘家的兵器 早些年便落在了定国公之手 没必要为了这个和他们翻脸 八件兵器 最核心的 还是李家的剑 可惜 之前一直不曾找到 如今倒是确定了 不是在李浩之手 便是在侯潇晨之手 另外 张家的刀 落在了袁硕手中 他手中那柄无间不摧的刀 应该就是张家的刀藏匿其中 说完这些 应红月考虑一番 又道 红月近期不要和这些人 有过多的接触 最近我也需要一些时间 传出消息 李家的剑 张家的刀 分别落入李浩和袁硕之手 这两柄兵器 都有极其特殊的作用 尤其是李家的剑 是整个王朝 一些重要遗迹的核心钥匙 皇室那边 也告诉他们 天心遗迹 李家的剑 也许可以彻底解封 别一天到晚装死了 天心王想成为人王 靠装死是行不通的 得去搏一下 他笑了一声 带着一些嘲讽 没有装死装赢的人王 自古以来 都是如此 李浩这种人 到了最后一刻 不但没死 而且越来越强 也代表了难以对付 他们自己研究资料 便能明白 看着办吧 清月点点头 见他要走了 忍不住道 那首领为何不 不亲自出手 请拿李浩 哪怕营月危险 可如今 首领应该可以解决 营月那些强者吧 侯潇晨一走 那是机会 营月啊 轻易去不得了 印红月一边朝里走 一边头也不回到 营月开始复苏了 那一年 我去了 侯潇晨比我若许多 却是依旧杀了二代紫月 营月的一些存在 不想我再跨入那地方了 都在威慑我 哪啊 一声轻叹 人已消失 营月见他离开了 也没再说什么 朝下方看了看 冷哼一声 盯死侯潇晨一伙人 首领虽说 暂时不要招惹他们 可以要给我死死盯住 遵令 下方鬼面 纷纷敷衍一句 倒也没太在意 首领都这么说了 你还非要显摆一下 何必呢 不过 如今七月中 其他几人死了 轻月受宠 倒也不必当面反驳什么 这一日 一些消息 也随着侯潇晨他们出营月 迅速开始传档 最先收到消息的定国公府 株立在东方的中心之地 一座灰红无比的府邸中 一座大厅之中 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 倾壳一声 作为第四代定国公 他年纪也不小了 此刻 咳嗽一阵 看向下方几位中年 叹息一声 白发人送黑发人 小枫死在了营月 超能领域 徐家年轻一代 也没什么出色的人才了 微微摇头 下方 一位和徐峰长相 有些酷似的中年 陈生道 父亲 小枫死在营月 和那侯潇晨脱不了干系 如今侯潇晨入京 离开了营月 哪怕他强悍 也并非无法解决 巡业人那边 黄龙恐怕不会让他站稳脚跟 不如 侯潇晨先放放吧 老人轻咳一声 光明剑应该快回来了 有消息传来吗 还没 中年皱眉 光明剑 哼 我怀疑他此次并未出力 否则 以他的实力 只是探索一计 结果他一点是没有 小枫却是死了 中年下方 还有一位稍显年轻的男子 此刻缓缓道 大哥 不要太过伤心了 光明剑实力强悍 徐家还需要光明剑做事 那是死的 不是你儿子 中年冷哼一声 作为传承200年的家族 其中的勾心斗角也不少 自己这弟弟 大概巴不得自己和自己儿子 一起死了算了 说得轻松 不要迁怒光明剑 死的是你儿子 你就不会这么镇定了 小枫一死 追风靴的归属 又成了悬念 自己这弟弟 大概很开心吧 当当 老人轻轻敲了敲桌子 打断了二人的争吵 语气平静 倒也见怪不怪了 开口道 不要争论这些了 光明剑回来的话 安排一下 扶杀了他 小心一些 他实力强悍 不好对付 这一刻 哪怕中年也是一症 有些愣神 看向老人 父亲 我不是这意思 我知道他实力强悍 对家族还有用 他只是发个牢骚 还真没想过要击杀光明剑 对方很强 杀他 也许会付出极大的代价 而且现在对方 还在为徐家办事 死了一个儿子是难受 可是 再搭上一个光明剑 也许更头疼 他没想到 自己父亲 居然真要对付光明剑 出人预料 老人看了一眼他们兄弟 叹息一声 若是可能 我也不想 光明剑能入徐家 一直为徐家效力 那是最好不过的事 可你们兄弟也知道 追风靴 能用的人不多 我倒是能动用一二 可那光明剑 自身丑陋 还嫌弃我老 老人自己都笑了 摇头 小风倒是没轻木剑 他还愿意一二 我的话 那老妖婆 恐怕是不愿意的 原本想着 委屈一下小风 可有了这老妖婆帮忙 小风也能有个得力帮手 男人再世 也无需介怀这些 带徐家走出东方 自然可以压制他 那时候 还不随小风心意 可如今 小风一死 无可奈何 老人起身 叹息一声 我也不想如此 可那老妖婆 必然要强夺追风靴 杀了了是吧 这些银月武师 桀骜不逊 难缠得很 也养不熟 银月的女武师 只能靠一些男人 镇压着 小风一死 他断了念想 恐怕不会善罢甘休 下方 两兄弟此刻对视一眼 都有些了然 也有些凝重 父亲 据说这些武师 强大到了极致 可以解封战力 这光明剑 是不是也到了这个地步 可能吧 老人也不是太确定 陈生道 他之前暴露的巅峰战力 也有蓄光后期之力 具体如何 他也不曾展露 可武师隐藏一些实力 也属正常 调动定国军 几位将领 联手扶杀他 明白 两人急忙点头 再也不说什么了 看来 父亲是铁了心 要杀了光明剑了 定国军横行东方 几位将领实力 都极其强悍 单独一位 恐怕都不弱于 那北三省的镇北将军 父亲这意思 是要调动多位 联手围剿了 老人也不再说什么 刚要离开 想了想又等 对了 杀了光明剑之后 调动人手 具银月试试那李浩的底 红月那边有消息传来 小枫也许是被那李浩所杀 还有 他可能手持李家神剑 至于李浩杀了徐峰 人都死了 具银月大费周章 其实也没太大必要 可是 事关李家神剑 那就不同了 八大守护家族的神兵 到底多强 一般人难以理解 可作为手持刘家神靴的他们 倒是知晓一二 那追风靴 正是刘家传承之物 不比 定国公府 能在早些年 协助天心皇室 定顶天下 其实也和这双靴子有些关系 一代定国公 两百年前 可是号称陆地神仙的斗谦武师 那时候的斗谦 可不是现在的斗谦可比的 那时候 除了银月之外 各地武师很少 斗谦更是神龙剑守不见尾 而徐家 那个时候 便有一尊斗谦作证 强悍无比 一人破谦 是皇室当年 定顶天下的关键人物 而且速度奇快 哪怕遭遇同为斗谦的武师 徐家第一代定国公 也曾击杀过 一切都依仗 那追风神靴 也是近些年 随着一些古籍内容传开 挖掘了更多遗迹 徐家这才知晓 这靴子 乃是当年号称八大守护家族之一 刘家的传承之物 原本 对这八大家 徐家也没掌握太多讯息 可随着红月在银城布局暴露 那个小到没人在意的边疆城市 瞬间成为一些人眼中的核心 八大家 居然在这个小破地方 打破脑袋 他们也没想到 结果 还不等大家反应 布局 银月就出了巨变 眨眼间 从三阳陨落 到旭光大量陨落 让徐家也有些措手不及 李家神剑 八大家兵器排名第一 老人 不用想也知道 一定有极其特殊的效用 红月那边 传讯四方 不外乎忌惮银月武林 忌惮侯萧成这样的人物 大家都知道 应红月心思 可宝物当前 岂能不动心 老人也不再说什么 转身离去 光明见 可惜了呀 好不容易收拢了一位 银月顶级武师 本想增强家族底蕴的 现在倒好 希望围剿扶杀过程中 不会出现差错 短短一日间 各种消息 在一些高层 一些强者之间传荡 就如侯潇晨当日宣传 血神子之效 导致红月短时间内 损失惨重 直到红月这边 格杀了不少强者 这才止住了一些颓势 而此刻 关于李家神剑的消息 也在一些人耳边传荡 血神子 真正的顶级强者 其实不是太在意 因为他们知道 这东西 数量除非特别多 否则 现阶段 那些弱小的血神子 对他们帮助不算太大 所以 顶级强者动心的不多 然而 八大家的神器 动心的都是这些顶级强者 银月 白月城 巡业人总部 李浩还没从侯潇晨 离开的阴影中回过神 正在和好连川大眼邓小眼 两人对整个巡业人体系 一头乱麻的时候 李浩这边 又收到了一条不太好的消息 侯潇晨那无人的办公室中 一台红色通讯响起 李浩看了看好连川 好连川看了看李浩 两人刚刚正在这里 悲风伤秋来着 此刻 忽然红色通讯响起 感觉不是好事 好连川看向李浩 扬了扬肥肥的下巴 我头疼 不想接 你接 李浩狂翻白眼 我还头疼呢 我长这么大 就没管过人 小时候倒是当过班长 可也只是 索要过一些糖果 猎魔团那边 也只是大家自觉管理 现在我还头疼呢 可这红色通讯 这时候想起 感觉不太简单 李浩还是迅速接起 通讯那头 传来声音 李浩还是好连川 我是李浩 李浩好像 隐约听出来是谁了 不过不是太确定 那就好 自己最近不要乱跑 要不就现在去追猴消沉 一起去中部 要不 就在白月城老师待着 中部有些消息流传 你手持李家神剑 神剑可以开启 大量核心遗迹 甚至是皇室掌握的遗迹 你知道其中含义 八大家消息 渐渐被人掌握 你的麻烦 恐怕只会越来越大了 李浩一正 半赏才道 我交给 行了 当所有人都很傻吗 李浩无言 看来 大家不傻 这么说 现在有人觉得 星空剑 还在自己手上了 关键是 早不传播 晚不传播 等侯消沉一走 消息就传开了 看来 背后没人了 果然容易被人惦记啊 之前 一些人既弹侯消沉 都揣着明白装糊涂 现在 倒是不装了 麻烦是 果然是一剑接连一剑 李浩无奈 那人又道 不止你 你老是也麻烦不小 张家的刀 据说在他手中 原本一些人还不在意 他对付红月之人 现在 大概也少不得找他麻烦了 八件兵器 具体在哪 不是太清楚 可就算分布 也都是在一些大势力之中 唯独你师徒 最为弱小 还掌握两剑 你说 不找你们找谁 李浩皱眉 消息红月传出去的 你怎么想到的 李浩恢复了平静 我就算了 我老师这边 除了红月的人 除了印红月 对八大家极其了解 否则 没人会想到 他会拿着张家的刀 不说老师就算了 一说袁硕也掌握 八件神兵之一 李浩直接确定了 消息就是印红月传出去的 考虑一二 李浩问道 我留在白月城 就没事 对 那我出去了 白月城无法给我庇护吗 不行 明白了 李浩也只是问问 倒也没真的太过在意 此刻 他有些无奈 星空剑这一暴露 代表之前的一些布置 都废掉了 大家不再聚焦猴消沉了 幸好 现在大多数人 只知道神兵厉害 不知道具体效果 否则 麻烦大了 知晓的人 现在只有老师 南全 的附件 这些人 倒是不会如何 李浩心中 生起种种念头 忽然明白 为何侯消沉 要他跟他一起走了 也许 这位早就判断到了 他一走 李浩留在银月 必然麻烦缠身 多谢提醒 李浩道谢 话都没说完 通讯挂断 李浩无语 郝连川好奇道 谁打来的 他倒是听到了声音 一时间也觉得耳熟 却是没想起是谁 李浩朝东边 扬了扬下巴 郝连川一正 很快想到了一人 赵署长 他还和部长 有单独通讯频道 李浩无语了 都在营业 还是两大机构首脑 有单独通讯频道 很奇怪吗 老郝怎么想的 还一惊一乍的 郝连川摇头道 不是 那老头和部长 一直关系不好 其他人就算了 还有 这老头 居然会告知你这些消息 啥意思 谁知道呢 李浩叹息一声 郝连川想了想又到 是不是代表 麻烦更大了 大概是吧 你那李家的剑 到底有啥用 要是用处不大 之前直接交给部长算了 也免得麻烦缠身 李浩看着郝连川 半赏才到 好不 你今天怎么胆子变小了 一点没有之前的霸气了 之前 哪怕知道三大组织强者多 这位也是兴致冲冲的 要杀红月强者 夺取血绳子 可现在 好像生怕麻烦缠身 郝连川不想理他 自怨自艾 废话 我一个三阳中期 没了侯潇城 狐假虎威 我他们敢招惹谁啊 老侯也不地道 要走了 还要我围剿三大组织成员 现在好了 你一拍屁股走了 还带走了整个五位军 包括玉大秘 都给带走了 留下我 可怎么办啊 郝连川垂头丧气地坐在沙发上 很想抽根烟 摸了摸口袋 忽然想起 自己不抽烟 片刻后 稍微振作了一下 算了 不想那么多了 好在遗迹中 清理掉了大部分超能 三大组织有些落网之余 也不算太多 这时候只能祈祷 这些王八蛋都不强 千万别有旭光来捣乱 否则 咱们还真不好办 另外 你的麻烦好像也不小 那就听话好了 你就安心在白月城待着吧 要不等猴不杀回来 要不 你就找个地方躲躲 没想太多 好连川又到 猴不走的时候 非要提拔你 大概也有 让你独当一面的意思 这样吧 海防那边你来负责 我抽掉一些超能给你 补充你那边的防守 至于白月城之外 你又不能随便出去 那就我来吧 希望不会被人盯上 反正还是以前的老样子 本来这些也是我来负责的 说到这 他稍显迟疑地看了一眼李浩 忽然道 李浩 那个 怎么了 李浩狐疑地看着他 又有啥怨念 好连川沉声道 海防那边 你可别不当回事 银月的确没有海盗入侵 所以大家对海盗感悟不深 可我知道 北海附近 一些大城都可能会被海盗突袭 一次死伤下来 都是成千上万 甚至发生过屠城惨剧 你一个不当心 一旦被海盗跨入陆地 冲击城池 一些城市是没有巡夜人分布的 那时候 就是生灵涂炭 越海的海岸线 还是很长的 你这边人手又不多 你不要以为 守住了白岳城那点防线就完事了 海盗冲击 大概也不会贸然冲击白岳城 更可能 还是周边一些城池 银南十六城 除了白岳城之外 还有三座城市 毗邻海岸线 分别是南渡 丰海 流云三城 而其中 只有南渡 那边有巡夜人分布驻扎 两位日要坐镇那边 其他两座城市都没什么超能存在 李浩顿时皱眉 那五卫军 以前怎么助手的 不助手 主动出击 隔三差五地 都会主动倾脚一次 好连川认真道 五卫军 在海上还是有些名声的 一般海盗 也不敢侵犯银岳海域 主要是这边平级 对那些海盗而言 来银岳打秋风 还不如去北海那边 那边更富裕 可如今 五卫军走了 你觉得 那些海盗会不会顺手来这边捞一笔 李浩瞬间头大 三座城市 加上白岳城 四座城市 而他手底下 现在人手 武林人 若是流龙一走 四十九人 就这么点人 让他助手四座城市 开玩笑呢 除非他和五卫军一样 主动出击 在越海和北海的交叉口 直接尖敌在外 否则 这不可能守得住的好吧 郝连川也是郁闷 别看我 我能守住陆地城市 就算不错了 他也没办法 助军 巡检司那边 李浩看了他一眼 郝连川思考一番道 也不是不能求援 可原本 巡业人是权柄最大的机构 海岸线加上城市超凡力量 都归我们管辖 可一旦交出去 就拿不回来了 其实我也没啥意见 不是说 非要争权夺利才行 可侯不刚走 咱们 就丢了他打下来的地盘 有些说不过去啊 行 我知道了 李浩也没再说什么 起身便要离开 郝连川急忙道 你走了 不然呢 李浩愚悶道 先回五位军驻地再说 另外 给我配几辆车 每次赶路 都是自己跑 没面子 行 这次郝连川 倒是没啥可说的 太简单了 李浩思考一番 丢出了一个瓶子 里面有点血绳子 好不你用了吧 能找到第五条超能锁最好 没有的话 再想办法吧 郝连川一愣 你还有血绳子 他打开瓶子一看 微微吸气 还不少 其中好像有几枚 都是三阳层次的 哪弄的 杀人杀来的 李浩笑了起来 行了 好不没必要那么悲观 陆地这边 问题不大 现在主要是海域 我负责就行了 给我派几位水系超能过来就好 其他体系的 倒是用处不大 哦 飞天系 探查系也行 一说到这 他一愣 笑了起来 就云瑶 胡浩 李梦三人就行了 这三位 恰好都是他说的体系 也是巧了 李浩都没时间去考虑这查 忽然想起来了 这三位也跟着来的白月城 现在就在寻业人这边呢 他们 好连川一愣 他们才阅明 海防重要 三位阅明管什么用 现在寻业人这边 日药要多一些 还有三阳 老河也是水系 夸入了三阳层次了 我让他过去帮你 不得不说 这胖子还是很够意思的 这时候 寻业人三阳就三位 还要派出一位帮李浩 李浩却是摇头 算了 三阳阅明都一样 只是做眼线使用 三阳浪费了 就这样吧 而且都是我熟人 方便一些 和部长和我不熟 还是老资格 给我打下手 也不好意思 那行吧 好连川见他坚持 也没再说什么 见李浩要下楼 也跟着一起走了下去 边走边到 你说 侯不这一走 等到了中部 还能活着回来吗 李浩瞥了他一眼 你这话 怎么感觉有些 盼着人家挂在中部呢 不知道 哎 李浩啊 我现在很颓废啊 好连川叹息连连 原本一位三阳 我觉得 三阳还是很厉害的 可这些时日 死了那么多虚光 死了上百三阳 我又觉得 三阳不保险 可我天赋真不行 第五道超能锁 迟迟无法呈现出来 我是废了 好不 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 李浩无语了 叹气到现在 你想说啥 你直接说好了 嘿嘿 也没啥 就是想说 那个 带老哥一起发财啊 这胖子 忽然喜笑颜开 一点没有刚刚的 愁绪满面 李浩愣住了 啥意思 好连川几枚弄眼 老猴走了 银月就是咱兄弟俩的天下了 我听说 你干掉了旭光 小老弟啊 跟哥哥就别装了 我都叹气半天了 也不见 你说帮我一把 我就直说了 有了好处 杀人放火的事 我也可以干的 王明的小子太弱了 还能比我更有实力 什么跟什么啊 李浩彻底无言了 卧槽 这胖子 从哪天来的丰盛 还一起发财 你当我是土匪吗 还有 啥时候咱俩成兄弟了 前些天 我都喊你输的 今天就成哥俩了 这胖子叹气了半天 李浩还以为他真的发愁 怎么现在感觉 这家伙是觉得 侯潇晨离开了 他更有发挥空间了呢 好吧 叫好哥 好连川正色 不要太见外了 王明那小子 几天 就到了日要后期 我要求不高 下次有买卖 喊我来 给我弄到三阳巅峰就行 李浩彻底无语 不再说话 这位脑子不太清醒 不想说啥 他迈步就走 后面 好连川传言道 海盗其实也有宝贝的 海中宝贝多 你要是出去清角 记得喊我 我虽然是火系 可在海中也能一战的 陆地上其实没啥危险 海中才有机会 记得呀 李浩头也不回地跑了 疯了 好连川这家伙 出乎自己预料 李浩还在头疼呢 他居然缓过境了 居然怂恿李浩主动出击 一起去打劫海盗 这他们还是人能做的事 耳边 再次想起好连川的声音 真的 海盗有宝贝的 不信你查查五味军资料 海中宝物多 据说 大海深处 还有古文明遗留下来的遗迹 矿脉 甚至还有生命泉水流下来 趁着现在没人管咱们 都觉得 咱们现在只能拱卫白月城 出去干一票 保证能发财 李浩跑得越来越快了 再慢一点 他怕被这胖子给怂恿了 我这边还没想好呢 你倒好 光想着发财了 回去查查资料 真的 越海附近 其实也有几股海盗势力 到了海中 有强敌找你 也难找到你踪迹 我记得五味军那边 以前还分了一艘船 好像也是原神兵 不知道有没有带走 大概率没有带走 你回去看看 别忘了呀 要快 时间长了 北海大盗就来了 咱们趁早解决小盗 这时候的李浩 已经彻底消失在他面前 好连川见他跑得飞快 叹息一声 摇头 胆子不大呀 不趁着现在干几笔 我怕没机会了 第166章 海盗 五味军基地 原本每天都有武士 在广场上训练 人声鼎沸 可如今 却是很安静 猎魔团的人 也在训练 十人一组 都在熟练十环风山阵 几十号人 分布在这巨大的广场上 传出的声音 也极其低微 刘龙提前回来了 侯潇晨一走 他就回来了 也没能和侯潇晨说上话 他也不介意 侯潇晨走的时候 本就没和几人说过话 基地中除了他们 还有一些普通人 负责打扫和做饭 可在这巨大的基地中 这些人都在生活区 也看不到人影 等到李浩回来 看到的 就是这幅人烟寥寥的景象 李浩只是看了一会 众人训练 很快 便独自离开了 他要先去库房一趟 五味军基地这边 他不算熟悉 但是库房在哪 还是知道的 走了一会 一处平房城县 平房前 有人直守 五味军的武士们跑了 不过 还有几位辅助系的超能留守 看到李浩 门口那留守的月明超能 急忙招呼 见过百副长 李浩看了一眼 年纪感觉不小了 大概也不愿意 跟着五味军奔波了 所以 这位看起来快五十的男人 选择了留下来 李浩微微点头 基地中留守的超能 还有多少 加上属下 还有九人 男人急忙到 八位月明层次 还有一位日要超能 我们平时主要负责监控外围 以及修补基地中的一些破损 如果出任务需要 也会随对 这里 是有监控区域的 整个人工灵 都在监控体系之中 李浩微微点头 回头见一见大家 现在其他人走了 我暂待千夫长一职 和诸位也不算太熟悉 见面认识一下 男人马上到 恭喜千夫长 李浩笑了 看了他一眼 果然 还是年纪大的人有眼色 我就这么一说 你改口好快 库房开一下 要是应该在千夫长这 是吗 李浩取出了金枪 给自己的储物界 打开查看了一下 金枪倒是有强迫正式的 储物界中的东西 分门别类 倒是整理得整整齐齐的 哪像李浩 收获太多 储物界太多 储物界赛得乱七八糟 主要还是收获太多 没时间整理 扫了一圈储物界 的确看到了库房钥匙 因为人家 都给你标志好了 还带文字介绍的 岂能找不到 李浩失笑 不知道是金枪整理的 还是让他徒弟整理的 也没多想 取出了钥匙 打开了库房 那厚重的大门 推门而入 库房 也收拾得整整齐齐 外面 是兵器库 各种兵器伶俐 而且看样子 都不算太差 除了这些兵器 最显眼的是 整整五十套黑铠 李浩一正 他之前借了三十颗神能石 用五十副铠甲抵押的 可他回来后 就忙着闭关 然后今日就送人离开 其实李浩 都没记起来这事 加上他知道 金枪他们铠甲数量不够 只有五百副左右 早就认定了 那五十副 被他给吞了 可此刻 看到这整整齐齐的 五十套铠甲 被安置在这 李浩还是有些感慨的 金枪人品还是不错的 自己 欠他三十枚神能石 都忘了还呢 五十副铠甲 虽然现在用不上 可李浩是有 全线激活黑铠的 也许日后 招人用得上了 他没有给五位军 那些铠甲激活 毕竟隔了一层 加上时间不够 他也没去想 如今想了想 当初覆灭了一支战天军 石团全军覆没 铠甲收获大概九百副 其中一部分 随着石团团长 一起覆灭了 李浩这边一百副 五位军那边 大概五百副 三大组织 还各有一百副呢 可在营越 也没看到 三大组织的穿黑铠 所以黑铠 很可能被运送走了 运送去了中部 战天军的铠甲 迟早还是要收回来的 李浩嘀咕一声 自己好歹 也是个团长 三大组织这样的邪能组织 那是给战天军丢人 五位军这边 好歹也是正义一方的 铠甲 兵器 包括一些普通盔甲 库房中都有不少 李浩继续前行 查看遗留下来的宝物 五位军带走了大部分东西 库房显得有些空荡 不过 走了一会 李浩看到了一个小密室 推门一看 眼神微动 这是古籍式 是五位军探索遗迹 获取的一些古籍 不过大多都放在这里了 有些只是一些普通古籍 可对李浩而言 也算不错的收获 随意翻开一本 古籍质量还不错 保养的也还好 打开一看 上面写着几个大字 南疆之战 李浩眼神微动 战斗记录 这倒是少见 他掌握的古籍 倒是很少有这些留存 打开书籍 开篇便是 星五初年 星五 好像是一个纪元时代 是一个年号 这个李浩倒是在不少古籍中看到过 据说 古文明初期 之上还有上古文明 古文明则是以星五为年号 他继续看下去 很快 眼神微动 这是一本没什么人会在意的古籍 他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看过 或者能不能看懂 应该可以吧 而这 却是李浩第一次 在一本书中 看到了一些古文明强者的简单介绍 人王 武王 明王 一个个名号 取代了姓明 出现在了书中 根据这书中所写 南疆 好像是古文明时期 人王故地 当年人王在外学习 还很弱小 后来南疆遭遇外敌入侵 书中 命名为帝窟一族 双方在南疆爆发了大战 而弱小的人王 追随着大量的人族强者 主动杀入了帝窟 为了不让南疆这片人族领地遭受损失 为了保护南疆百姓 尽管深入敌人腹地 危险无比 可最终 这些人 还是义无反顾地杀了进去 尖敌于外 不让敌人跨入人族领地半步 哪怕战死在外 无法魂归故土 李浩原本只是想翻看一下 此刻 却是沉默了一会 继续开始翻看 书中介绍 那一战很惨烈 很快 他眼神一动 看到了一个他熟悉的名字 南疆窟一战 长生剑尊玉血奋战 剑斩八品 以六品之身 一剑断长生 斩八品精身 威震天下 人亡痛哭 携垂死的长生剑尊 辗转地窟 敖战四方 大杀四方 南疆一战 人亡之威出现 长生剑尊之名 响彻两界 长生剑尊 这是李浩比较熟悉的名字和称呼 好像 有人称呼自家先祖 便是如此 而书中说 那时候 自家先祖好像还很弱 所谓六品 李浩其实也看过一些古籍 弱小得很 哪怕是他 如今也能推断出一二 据说神意都没呈现出来 只是肉身稍微强大一些 八品 却是被誉为宗师镜 这有些 类似于破百斩斗签了 也许 更厉害一些 十年养一剑 从大家眼中的废人 到一鸣惊人 而这 并非这一战最亮眼的战绩 古文明的人亡 弱小无比的人亡 在这一战中 彻底崛起 以四品之身 辗转地窟 而地窟 在书中介绍 九品强者无数 也许 就和如今的旭光 无数是一个概念 而对方一个四品 说不定只是破百出七的那种 结果 这一战中 人亡不但杀戮无数 破灭了大城 还就下了长生建尊 人族在这一战之中 彻底击溃了南疆地窟的一族入侵 这是 被誉为人亡初次崛起的最重要一战 所以书中 做了详细的介绍 显露出了那个时代 人亡的疯狂 绝望 以及坚韧和智慧 实力差距巨大 然而 人人甘心赴死 这一战 战死了许多人族强者 书中有一句话 让李浩记忆犹新 战至危急时刻 老辈宗师 纷纷动用血刀绝 自爆杀敌 新武时代 没有老死的宗师 只有战死的宗师 年岁一致 气血两亏 奔赴地窟深处 熬战强敌 战死方休 绝不回头 只是一些文字记录 却是看得李浩有些躁动 他想到了战天军 原以为 战天军已经精锐到了极致 可今日再看 那个时代的武师 简直不可思议 为了抵御强敌 明知不敌 却是依旧人人赴死 没有老死的武师 只有战死的武师 年岁一大 便奔赴敌人阵营深处 孤身作战 不死不休 他一夜一夜地翻动着 感受着 回想着 甚至以身带入其中 那个时代 是这样的吗 那我所属的星元时代呢 李浩想到了如今的时代 还有这样的人 这样的精神吗 可是 我们没有外敌 只有内斗 许久 叹息一声 摇头 这个时代 很难出现书中这些人了 其中 有些话 也让李浩难忘 只是为了将敌人歼灭在外 明明深入敌人阵营 更加危险 死伤更加惨重 可为了保护一些普通人 那些强大的武师们 奔赴前线 义无反顾 最终以更大的代价 取得了胜利 而如果放任敌人 进入南疆领地 也许会以更小的代价 击溃对方 前提是 可能会造成大量 平民死亡 可是 李浩在想 若是如今 若是能以数万数 十万百姓的死亡 歼灭 数十续光 那当权者会如何选择 书中 武王只是惊鸿一瞥 寥寥数语 可武王 是当时的人族领袖人物 为了不让敌人 进入人族领地 那位 还是下令 奔赴地窟作战 纵死无悔 时代 不一样了 李浩难难一生 如今 不再是那个时代了 可书中也说了 新武时代 便从他们开始的 他们这些人 开创了新时代 而非时代因他们而生 是他们 开创了这个疯狂热血的时代 这本书 最后又说了一句 这样的战斗 只是千千万万场战斗之一 新武时代 地窟入侵多次 却是 从未跨过人族领地 再强 也没有过 新武时代 敌人强悍到难以想象 可最终 却都是 覆灭在了人族领地之外 万家灯火 繁荣昌盛 人族信念 亿万苍生 人人都信任那些强者 无数青年 奔赴战场 混沌抑郁 却是无悔 夸大其词 李浩孤农一句 只是一本类似于小说的记载罢了 夸张是肯定的 他就不信 古文明时期 真能如此 可是 战天军的存在呢 心中 多少还是受到了一些冲击的 李浩苦笑一声 摇头 这几日 见到最多的 听到最多的 就是尖敌于外 不知道是自己敏感了 还是真的想太多 每一次看到这些 都会让自己觉得 这是在提醒自己 不要将银月作为战场 海盗也好 强者也好 最好都歼灭在银月之外 不要干扰普通人的生活 也不要牵扯到普通人 好连川也在提醒自己 不要等海盗入侵了 才去反击 要提前解决他们 人亡 长生见尊 李浩又念叨两声 有些走神 真有这么强 不 不是强 而是一种极致的疯狂和热血 以弱机强 不死不休 疯狂无比 人亡 是自己看到的那位杀人狂吗 四品 什么概念 在九品纵横的地窟 杀戮四方 带着重伤垂死的长生见尊 最终 却是获得了惊人的战绩和收获 由此 也正是崛起于人族 一个个念头 在李浩脑海中回荡 他迅速放下了书籍 朝下一个地方走去 来这 只是看看库存 其他的 以后这些书少看一些 每一次看 都会让他生起一股冲动 放手一搏 不要隐忍了 弱小不可怕 可怕的是 不敢去疯狂一次 可是 稍有不慎 就会死的 此刻的李浩 还没那么想死呢 继续前行 走了一会 又进入了一个密室 一艘船 闪烁着光辉 放置在了密室中 很小 看起来只有一米左右 可李浩知道 这是原神兵 应该是可以放大的 不知道兵魂有没有复苏 想到这 李浩手持星空剑 轻轻敲了敲船身 复苏了的话 就出来一剑 要不然 我就斩断了你 传播无声 李浩知道 这些家伙不怕 单纯的星空剑 不是冰魂惧怕的关键 下一刻 脑海中浮现出一剑 剑已呈现 一瞬间 一道冰魂浮现 那是一头好像大鱼 又好像飞鸟的玩意 李浩仔细看了一眼 微微皱眉 这是什么药 会飞的鱼 此刻 那冰魂好像有些颤抖 李浩倒也没说什么 只是道 我可以认主吧 滴血认主那种 那大鱼也没说话 船身倒是颤动了一下 有了上次 和火凤枪沟通的经验 李浩就当他默认了 手指上逼出了一滴血液 下一刻 血液滴落 进入了船舶 而这艘船 微微颤动一阵 李浩此刻 脑海中倒是多了一些东西 原神兵认主 他其实还是 第一次尝试 虽然他手上原神兵不少 可李浩都没想过要认主 其实 认主 也没那么简单 然而 当李浩手持星空剑 爆发出长生剑意 原神兵选择了 让这个过程简单一些 大于害怕 怕这个过程复杂 会被一箭劈碎 巨坤神舟 李浩喃喃一声 眼神微动 脑海中倒是有些简单的信息 这是一艘很强悍的船 信息中 隐约好像还有禁忌海的信息 这是一艘可以行走于禁忌海的船 极其罕见 所以 如今的北海 对于这船而言 无一乎小河流 大船放大的话 可以承载千人 刚好购武卫军使用 之前金枪他们也使用过几次 不过金枪他们认主 效果不是太好 很多功能并未启动 也无法启动 李浩消化了一些信息 想了想 身上忽然浮现出一道白银铠甲 下一刻 神异波动 铠甲可以查询一些资料吗 古文明的铠甲体系很牛 是否可以查询一些东西呢 片刻后 李浩面前浮现一行数字 资料库并未启动 数据缺失 权限不足 只能提供一些基本服务 李浩明白了 战天城中 这铠甲的资料库体系 也许到现在还没修复 有些遗憾 否则 也许可以查询很多东西 而不是现在这样 弄到一个原神兵 还得靠猜测 如何使用 收起了聚昆神舟 认主后 这玩意就可以收起来了 倒也方便 李浩继续在库房中游荡 片刻后 走到了一处小密室中 这是五卫军的一些资料存储室 李浩在这坐了下来 开始查看一些资料 包括一些遗记资料 以及金枪之前没探索的那座遗记 还有一些对海盗情报的收集 与此同时 行政总署 赵署长正在办公 处理完了手头上的事物 朝远处的周署长看了一眼 那小家伙 回去了 嗯 去基地了 赵署长笑了笑 你觉得 是躲起来了 还是有些其他想法 不好说 周副署长微微摇头 对李浩 我们了解的不多 侯潇晨也好 还是署长你 好像都希望他能承担一些责任 可我觉得 没必要如此 八大家 在古文明时期 的确是守护苍生的家族 可署长别忘了 这是无数岁月之后了 先祖的荣耀和责任 此刻不适用于他 侯潇晨 赵署长 这些营阅本土的强者 好像都很希望 李浩能够承担起一些责任来 然而 周副署长却是不太赞同 八大守护家族 守护的也只是当年的人族 而非如今的营月 何况李浩太年轻 他父母双双死亡 朋友惨死 我觉得 署长过于乐观了 赵署长叹气 我们也不知道 八大家族都会集中于营城 可是 八大家的人若是为善 那还好 一旦为恶 就是天大的祸害 红月那边 你也看到了 也许便是八大家之一 一旦为恶 就是生灵涂炭 我和侯潇晨 都希望李浩能够始终站在手续 而非邪恶秩序 周副署长考虑一番道 对他要求高 很难 只能潜移默化 以身作则 署长 你说 我们自己都做不到 让他去做 可能吗 他还年轻 需要的是言传身教 而非命令 强制 他不太赞同侯潇晨 和赵署长的一些做法 并不是太理想 赵署长文言 苦笑一声 摇头 叹息 我们也想 可惜 我们现在是无法太过折腾了 罢了罢了 随他吧 你让人盯着海域那边 免得出事 至于李浩 随他去吧 只要他不再银月乱来 也不管他如何了 周副署长也不再说什么 继续忙自己的 两人合作多年 如今 办公室也是连在一起的 方便沟通 这也是很罕见的 此刻 各方的注意力 都在侯潇晨一行人身上 有人一直关注他们的行踪 盘算着 他们要多久 才会撤离离开北方行程 也有人关注银月的李浩 不过李浩直接进了五卫军基地 关注也是白关注 没有丝毫动静 整个银月 随着侯潇晨他们离开 好像瞬间陷入了死寂 北海 海浪咆哮 一艘大船之中 有声音夹杂着暴虐和愤怒之意 侯潇晨走了 五卫军也走了 按照时间 明后日 这些家伙 也许就会跨入北海 要不要主动出击 在北海伏击他们 作死吗 有人声音冷静 带着一些冷酷 上千五卫军 还有侯潇晨 金枪 玉罗沙多位强者在 三大组织那么多蓄光强者 都死在了他们手中 伏击侯潇晨他们 你脑子全是粪吗 那暴虐声再起 可就这么让他们走了 老子不甘心 金枪那混蛋 这几年 杀了不少兄弟 那你带人去扶杀他们 兄弟们愿意 我不阻拦 此话一出 大船中安静无声 那暴虐声有些无奈 大哥不去 我们哪有这本事 有些不甘心 可老大不去 他们真没这个胆子 侯潇晨太可怕 老大去了 在海中 也许还有机会 毕竟那些人 都是陆地强者 而北海 却是他们的地盘 那就闭嘴 冷酷声再起 不是太愿意理会 一天到晚的 就知道出搜主意 伏击侯潇晨 三大组织都不敢 你让我去伏击他 送死吗 好不容易打下了 这么大的家业 海中称霸 送死也不是这么送的 那暴虐声再起 大哥 就算不报复金枪他们 也要报复盈月 如今 五卫军走了 侯潇晨走了 不如直接杀去盈月 图了他几座城 也让五卫军和侯潇晨 他们后悔 盈月穷困 除了白月城之外 哪还有富裕之地 冷酷声带着一些不满 白月城那边 也许不止 侯潇晨一人 隐藏了实力 白月城相当危险 袭击白月城 毫无意义 也许还会招惹一些麻烦 大哥 就算不动白月城 那也要杀一些盈月人才行 盈月还有几座城 毗邻月海 图了一座便是 要不然 不止我 兄弟们也不甘心 再说 这些时日 兄弟们也憋狠了 出去放松放松 北三省在打仗 咱们不好现在上去 免得成了靶子 可去盈月潇洒潇洒 还是可以的 要不然 大家都憋不住了 此刻 那大船之中 也响起了一阵喧嚣 是啊 老大 三爷说得不错 都快憋死了 就是 而且五位军之前 杀了我们不少人 盈月那群蛮惶野人 可恶得很 群情汹涌 这时候 坐在宝座上的白衣男子 微微皱眉 看了一眼人群中 那个大胡子 额头上 还有一道伤痕 那是金枪前两年 留下来的 显然 这位迫不及待地 想去报复了 他微微皱眉 侯潇洒这人 阴险狡诈 他敢带着五位军离开 不会毫无准备 盈月那边 也不是白痴 大胡子暴躁道 老大 我们是海盗 不是政治家 打一枪换一地 以我们的实力 还用担心那么多吗 盈月要是那么强 早就称霸了 还用等到现在 他有些不满 不满这位老大的 不尽人情 优柔寡断 当然 不满没用 他实力不如这位 在海中 实力为王 何况 盈月算什么 他们连中部海岸线的 一些城市都洗劫过 他们是人 也要吃喝拉撒的 还要女人泄火 最近因为形势不对 很久都没出动了 现在盈月那边 明显防守 进入了一个真空期 不去盈月转转 都对不起自己额头上 这倒差点要了 自己命的伤痕 金枪那老东西 迟早弄死他 前两年 他是输了一筹 可这两年 他是超能 进步更快 不幸金枪 也进步和他一样快 见大胡子暴躁无比 又看其他人 也是蠢蠢欲动 白衣男子沉默一会 淡淡道 那你带一些兄弟去吧 小心一些 一旦有不妥 就迅速撤离 记住了 不要再陆地久留 大胡子大喜 急忙道 放心 爽完了 咱们就回来 总算是答应了 下一刻 大胡子迫不及待 大吼一声 去盈月洗劫 杀人放火睡婆娘 盈月穷是穷 盈月的女人都嫩得很 能掐出水来 哈哈哈哈 还有盈月女舞师 劲道十足 兄弟们 跟我走了 三爷威武 一群人 杂七杂八地吼了起来 纷纷跟着大胡子 一起朝外走去 外面 还有几艘大船 一直到他们离去 白衣男子身后 走出一人 戴着面具 声音微微有些沙哑 你知道喉嚣尘尖诈 离开后 肯定有所准备 还让海沙去盈月 这不理智 白衣男子平静道 理智 就不是海盗了 再憋下去 海沙都快造反了 难道非要等他造反 然后互相残杀 面具男沉默了下来 没再说什么 只是提醒道 白将军 这只海军 对我们有大用 不要折损了太多力量 海沙虽然暴躁 可实力不弱 而且勇猛善战 白沙位 也是我们获得 海域宝物的重要力量 不需要你来提醒 白沙说了一声 又道 你若是不放心 你暗中带人跟过去 小心一点 离远点 没问题就罢了 有问题 可以及时接应 银月那边 不去白月城 问题应该不大 只要海沙 不被欲望冲昏了头脑 即使离开银月 也不会有太大麻烦 面具男思索一会 还是点了点头 那我带人跟过去 免得惹出麻烦来 说吧 没再继续说海沙 而是说起了其他 上面有命令传来 让我们尽快整合 北海所有海盗势力 白沙皱眉 我知道了 不过没那么简单的 北海海盗 现在名气大的有七家 加上我们 足足八家 每家都有蓄光作镇 这也就罢了 其中的海妖道 甚至还有几头水中 大妖辅助难缠至极 他们白沙道 强是强 可如今 明面上也不过排在第四 前面三家都很强大 甚至有蓄光巅峰强者坐镇 难缠无比 白沙想着这些 有些烦躁 可也知道 上面能量很大 若是不应允 哪怕它在海中 也很麻烦 说了几句 又道 想整合其他人 还需要一些力量支持 而且 其他几家 未必没有人支持 北海海盗势力强悍 没有陆地上一些人支持 没那么容易走到这一步 据我所知 海妖道就可能是 凌江总督府暗中支持的 凌江总督府 面具难吃之以鼻 不用在意 凌江那位 不过刚跨入蜕变期 凌江行省的旭光 不会超过十人 他倒是野心勃勃 也不想想 身处北方 后有银月 前有北方三省 他凌江行省 哪有资格立足 还想自立 他自立那日 就是找死的那天 对那位凌江霸主 他是不屑的 白沙却是有些疑惑 他跨入蜕变期了 怎么那么快 之前的寇将军 都没能跨入 面具难摇头 不知道 也许也有人暗中支持他 我这边也是上面给的情报 让他强大起来 也许是为了抵御银月 将银月一些人限制封锁住 凌江毗邻银月 银月又是极其重要的地方 早早就有人开始布局了 白沙皱眉 没再说什么 面具难有道 你不需要管太多 背后的支持者 都不需要你操心 能整合整个海域 力量就行 只有掌握了北海 才能将整个北方限制住 白沙也没太当回事 指望我们这些人 彻底封锁北海 那是太过高估他们了 海盗终究只是盗匪 若是北方十九杭省 真要进入中部 不是海盗势力可以阻挡的 对了 这时候 面具难好像想到了什么 听说那元硕的徒弟 八大家的传承者李浩 如今还在白月城 若是能抓住李浩 那就尽量抓住他 此人很重要 手握重宝 而且红月的人一直在盯着他 不单单宝贝值钱 这人也很关键 白沙微微点头 没说什么 只要对方在白月城 他是不会去的 出来差不多 所以 不管面具难说什么 他都不是太在意 先应付着再说 白月城一定还有强者在 他虽然也很强 可也没底气对付 侯潇尘那个层次的强者 面具难又说了一阵 很快离去 带人追踪海沙去了 海沙战力不弱 最好不要折损在了这边 与此同时 李浩也看完了一些资料 吐了口气 没想到 北海还有这么多海盗 按照金枪他们留下来的资料 落大的北海 海盗势力上百股 其中 有八家强悍无比 都有旭光坐镇不说 甚至还有旭光巅峰存在 前两年 五位军还遭遇了其中一只较为出名的海盗 白沙盗 据说首领白沙 是个极其强悍的家伙 只是上次没遇到 而是遇到了对方的三统领 也是一位旭光强者 白沙盗三大首领 居然都是旭光 人员上万 那位三统领带着上千人 要来洗劫白沙盗 结果被五位军击退了 金枪还差点杀了那家伙 只是被人逃走了 那一次 五位军也折损了不少人 不过这两年 对方也不敢再来侵犯越海海域了 海中 这么多旭光吗 一家海盗势力 居然就有三位旭光统领 李浩微微皱眉 这么强悍的 那整个北海海盗 多少旭光 怎么可能这么强 许久 李浩眼神微微眯起 也许 不单单是海中盗匪 还有一些人暗中支持呢 养寇自重也好 或者另有谋算 反正 李浩算是看透了那些大势力 大人物 大家族 没几个好东西 要不然 这么多旭光 何必都来当这个海盗 在陆地上 也能当一方霸主了 加入三大组织也好 加入九司也好 都混得不会太差的 侯部长他们一走 这些人 看来未必能忍得住啊 主动出击吗 李浩陷入了沉思 片刻后 有了一些决定 可以先去看看 大海 自己也没深入过呢 适应一下也好 谁让自己没走呢 此刻 李浩倒是有些后悔了 早知道我也走算了 让那些老鹰货 自己去折腾去 李浩尽 就应该 stehen 假许